中国古代的信仰文化中 风水 面相 生辰八字等因素 对于一个人的命运影响至深 这一观念甚至影响到了 曾经以千古一帝称霸历史的康熙皇帝 在弘历 也就是四阿哥的儿子诞生之时 康熙皇帝让专业的相士 根据他的生辰八字进行了推算 然而 相士的预言在多年后 竟然真的应验了 这让人们对于相士的话更加重视 那么 他们说出了什么样的话 又是如何成为现实的呢 康熙皇帝在他刚刚三岁的时候 便在孝庄太后的指导和保护下 继承了皇位 这使得他在很小的时候 就开始接触政治 了解到如何平衡各方势力 如何把握朝政大局 他在这方面有着 超出他年龄的智慧和谋略 然而 在他的后宫却有一种复杂而微妙的争斗 康熙皇帝的后代众多 他亲手培养的太子 他深爱的养母高贵之子四阿哥 以及在朝中以才能和聪明著称的八阿哥 他们都是皇位的有力竞争者 其余的阿哥们也各自有着优秀的才能和本事 这使得皇位的竞争变得极为激烈 当太子印仁的两次锋利和两次废处使得康熙皇帝对他感到厌倦的时候 对其他阿哥来说 这更像是一种鼓舞 激发了他们对皇位的欲望 四阿哥和八阿哥成为了争夺的主要人物 他们时常互相指责 时而说对方包庇朝臣 时而又说对方陷害自己 康熙皇帝的内心因此倍感烦扰 在这样的环境下 四阿哥的儿子弘历出世了 虽然他不是嫡长子 但四阿哥的其他儿子大多数在年幼时就离世了 这使得弘历成为了他们之间的希望 从小就受到了严格的教育 弘历 四阿哥的儿子 以他的卓越才智赢得了大家的称赞 尽管他还只是个年幼的孩子 却已经展露出了不凡的领导风采 起初 康熙对这个孙子并没有太多的期待 然而 在一次庆祝宴会中 弘历的出色表现让康熙大为惊叹 弘历的风度偏偏 应对自如 他的聪明才智和对事情的敏感度 让康熙深受感动 康熙从那时起便常常召唤弘历入宫 与他共度时光 他对弘历的独特才能深感惊叹 他相信弘历必定会在未来有所作为 那个时代 人们对生辰八字和命运的讲究比今天还要深 于是康熙拿出了弘历的生辰八字 找到了一位知名的相使进行预测 他没有告诉相使这是谁的生辰八字 只是要求他一定要说出真实的结果 当相使开始推算时 他本以为这只是一份富贵的命格 然而当他完成了计算 他震惊地发现 这个命格的富贵远超他的预期 他告诉康熙 这个命格极其独特 若是女子就会成为天下第一美人 若是男子 他就是天子之命 听到这个结果 像是紧张地看着康熙 他害怕康熙会对他发怒 毕竟没有哪位皇帝愿意听到 有人有可能与他争夺皇位 然而康熙听后却笑了出来 他让相使退下 这让相使感到十分困惑 然而这个预言对于康熙来说 却是一种莫大的欣慰 这个拥有皇帝命格的人 不是别人 正是他的亲孙子弘历 这代表着在他辞世之后 大清王朝依然可以继续 爱新觉罗家族仍然可以继续掌控天下 从此他对弘历更加重视 甚至比他对自己的子嗣还要多 他亲自指导弘历 这是他对其他子嗣从未做过的事情 康熙皇帝百年之后 印珍登上了皇位 成为了人们熟知的雍正皇帝 印珍之所以能够顺利接位 即使他个人的才华与能力 受到了康熙的认可 也因为传说中 康熙皇帝对他的儿子弘历寄予了厚望 希望他能够在日后继承皇位 虽然这种说法并无硬性历史记载 但以康熙对弘历的重视来看 这样的推测并不为过 雍正皇帝登基时已然四十岁 他对治理国家的热心卓越 却对后宫繁华显得淡然 这与康熙形成鲜明对比 因此相比康熙 雍正的子嗣并不多 这种情况虽然在一定程度上 避免了康熙朝所出现的九子夺敌 兄弟间的争斗 但也使得弘历在雍正心中的地位更为特殊 多年后 弘历平稳地接过了皇位 正如相士的预言 弘历以他那奇特的命格 成功地成为了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是清朝的第六任皇帝 他的在位时间超越了前任 创下了清朝的历史记录 他的治理是清朝步入了康乾盛世的顶峰 国家前所未有的富强繁荣 经济实力也达到了新的高度 他在康熙和雍正的基础上 推动了民族的进一步统一 这使得清朝的边疆得以安定 国家能够集中精力发展内政 他成功地平定了西藏 将新疆重新纳入清朝的版图之中 使清朝的领土得以扩大 乾隆皇帝深知百姓安居乐业的重要性 于是他特别关心农业的发展 同时常常实施减免赋税的政策 让民众的生活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 于是他赢得了民众的深厚的拥护和忠诚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他是一位无可挑剔的民军 尽管在他的晚年 一些政策的失误 使得他在历史评价中存在争议 但他早年为国家 为民众做出的贡献 以及对后代的影响 这些都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这也正验证了康熙皇帝 对他的深思熟虑和高瞻援主 再者他那奇特的命格让人们不得不承认 命运似乎真的有神秘的力量在作用 也许有些人就是天生具有皇者的气质和命运 当我们回顾历史 无论是哪一个朝代 伟大的开国皇帝的成功 往往并非只靠他们的才智和能力 运气和时机同样至关重要 这个时机就像是天命 他会在关键时刻给予你助力 让一切的困难变得不再是困难 让皇位直接送到你的面前 然而 如果这个时机不到 那么无论你使用多么精妙的计策 最后的结果也可能是失败 以康熙皇帝的九子夺嫡为力 他们尽管使用了各种手段 但最后还是败给了年幼的孙子弘历 得到了康熙皇帝的宠爱 与其说这是由于弘历的才智和能力 不如说这是命运的选择